都说蒂奇哥人气高,人气高到连东印自己都在蹭 这不,在Gacha的剧场版中蒂奇再次迎来回归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虽然是人类台 并没有变身打怪的画面 但确实是让不少粉丝心中吃了一颗定心丸 妈妈,蒂奇终于确定复活了 今天小陈给大家带来的是小明哥的几大名场面 看看咱们的小明哥在尴尬的时候到底有多尴尬 第一个,我打我自己 在蒂奇的TV中,蒂奇一直在穿越到各个世界中 找寻着自己所存在的那个世界 可是在蒂奇是蒂奇的第16画中 蒂奇穿越到了甲斗的世界 在这里遇到了异虫 而异虫则化身为了小明哥的模样 这下就是真假美猴王了 两人动作对称,力量还一模一样 甚至连丝袜狂魔的弹一闪 都无法区分出谁才是真正的小明哥 因为大家也不是很确信 中了弹一闪,必定就笑 万一哭也是正确的呢? 直到小明哥变身 哎嘿,这下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蒂奇了吧 咱就是说,这异虫就是不长脑子 你变成光下海的模样,不行吗? 光下海那个时候又不能变身成Kiva了 而且就算是真假难变 那对于小明哥来说 多个丝袜狂魔,难道不好吗? 难道看两个人四条腿,它不香吗? 反正这只异虫在小明哥化身蒂奇之后 还依然在装杯 问人家敢不敢打 怎么,你是我儿子啊 不打你留着过年吗难道? 后来这个名场面更是演化成了敏梗 我狠起来,连我自己都打 第二个,电王音效卡 这可是算得上名场面中的名场面了 当蒂奇面对着假面骑士钢斗 和假面骑士黄蜂的时候 掏出了电车四小的卡牌 然后华丽的变身成为了假面骑士电王 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说 刷卡就会出现技能或者武器 但蒂奇这边就只是纯音效卡 究其原因嘛 那自然是假面骑士电王骑士 并不是一份骑士力量 而是一魔神的附身 蒂奇并没有电车四小帮助 自然而然也就无法通过刷卡 来获取这些力量 当然也有一种解释是说 蒂奇的这些卡确实是附身卡 但当时电车四小有事儿 没过得来 然而没有任何力量的小明哥 就惨造了假面骑士钢斗 和假面骑士黄蜂的暴打 连手上四小的卡都飞了出去 第三个,当面到好 在假面骑士凯武的春鸡剧场版中 出现了一个集合了平成十五骑士的反派假面骑士 假面骑士十五 在本剧中 昭和骑士和平成骑士发生大战 这一切的幕后算计 其实都是假面骑士十五所搞出来的 而在本剧中 还有了让蒂奇尴尬的一幕 那就是出来打包不平的小明哥 在说完自己的经典名言后 就惨遭打脸 要小陈说啊 这个死亡提问确实是好 几乎没有失手 但这次不一样 对面是个死人啊 那这个死亡提问不就不管用了 不得不说 假面骑士十五卡好了bug 蒂奇掏出大宝剑和十五扭打在一起 但没想到对方居然掏出了平成骑士的锁头 然后就装备了蒂奇铠甲 用着蒂奇铠把蒂奇狂揍了一顿 蒂奇眼看形势不对 掏出响鬼的卡片切形态打 但十五毕竟是十五 十五直接也装备上了响鬼的武器 不仅阻止了蒂奇的攻击 还顺带着把自己的攻击和对方的攻击一起打了回去 蒂奇还想挣扎 变身空武 用出空武的核爆梯 但十五直接掏出了缝子的火箭 一发火箭就给撞出去了 随后十五更是直接用出了凯武的力量 一刀就将蒂奇批回小明哥 唉 一旦天骄 差点身败名裂 第四个 官方鬼畜加当面盗号 你们知道小明哥最抽象的画面出自哪里吗 没错 这是假命是十王的第47集 小明哥替阅读挡枪 直接原地暴毙去世 幸好中奇当时也在身边 中奇掏出了十王二阶的表盘 用出了时间逆转的力量 将小明哥直接复活了 然而明场面就来了 大家就这么看着小明哥 开始在地上疯狂抽主 最后睁开了眼睛 不过中奇也因此成为了一类十王二阶 但二期终究是二期 自然不会是地期的对手 这个一类十王二阶 最终被地期和十王联手消灭 只是小明哥 你直接在十王的面前 切换十王的假面驾驭形态 这不太好吧 毕竟你这都长一个样子了 就腰带的样子不一样而已啊 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魔王大人非常震惊 第五个 无敌的神主二十一 要说地期的最强形态是什么 那就不得不说一下 他的神主二十一了 在十王的网剧中 地期面对着传说中最强的焚焚石王 当即表示 就你是全体是最强啊 我地期不服 来battle battle 然而二话不说 就切换出了一个奇丑无比的皮套 你焚焚石王帅的同时还很强 那我牺牲我帅气的相貌 自然就会比他更强 变身完成的地期 率先清理杂兵 杂兵毕竟是杂兵 还没怎么用力 就全倒下了 清完杂兵的地期 直接就和十王一起 干起了焚焚石王 地期二话不说 直接开大 没想到对面开了个盾 就给倒下来了 随后分摩尸王一拳上去 直接就把地期的最强形态 神主21打趴下了 小明哥也就被迫解除了变身状态 然后就这么华丽丽的死去消失了 第六个 越来越牛逼的小明哥 在假面前是地期的第一集中 大家仔细看 我们的小明哥变身的时候 有多么谨慎 用手指把卡按进去 就怕没放好 但随着小明哥意识到自己 越来越牛逼的同时 小明哥的骚气就逐渐浓烈了起来 然后随着变身的次数越来越多 地期击败的怪物和骑士也越来越多 小明哥变身的时候 眼神开始轻秒了 接着不仅仅是眼神 变身动作也开始敷衍了起来 最后更是出现了边走边变身 还要骚气的摇起来的变身动作 简直就是把我无敌 你随意几个字刻在了脸上 那一步步非常的像 现在网上被称作高启胜步伐 看来是真的无敌了 好了 以上便是假面前是地期的名场面合集了 你们还知道哪些名场面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是小陈 一个永远不会脱根的男人